一年一度的华人九王爷大游行正式起驾 游行庆典热闹非凡 留下的却是满地垃圾 大家开会说今年我们要繁保 九王爷出行要繁保了 所以九王爷也不喜欢说看到 做满街都是这些垃圾 我们有提论他们减少使用烟火 还有香火 追求信仰的同时 若污染大地这绝非游行的本意 近200位慈祭志工 在长达5公里的游行街道两旁 设立28个环保定点 宣导环保 所以经过这一次我们设站 在里面如荫蛋跟他们分享 他们都很合作 而且真的没有乱丢那些了 民众也纷纷主动将手上的垃圾 投进环保回收袋 然后现在我们就会用手分给他们 不会丢地上过后也不会降脱垃圾 身体力行是最好的示范 追求信仰的同时 也要让垃圾不落地 地球才能更美丽 以待新闻马来西亚马坡综合报导 就会先放写 明镜需要您的感谢 简直到家里面 好